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所说的时候是那个激电发放 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 外珠确实有一个信奉在传递 是不是 那么这是 就是如果从实验的焦度呢 要进一步来证实它 你看啊 也就是说 你寻你改传到达每个部位的时候 每个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感觉 是吧 酸麻状的感觉 这个感觉 我刚才说到 不管怎么说 都是由声音传进去的 你说是不是 没有外周神经传入 那中书是没有感觉的 是不是 那么从相应部位的 就是传入到相应部位的神经上 能不能引出神经的动作电位 因为动作电位是神经兴奋的标志 要是你寻你改传 走走走走走到这了 这的神经是不是能引出动作电位 再走走走走走到 手三体能不能引到 到驱使能不能引到 到监狱能不能引到 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 那么这个实验就是为证明这个而设计的 咱们大家看看 你看在一部分感传显著的受试者 整齿面部的营箱或监语 这次都写错了 当感传 寻大朝经下传十指时 你看这个的传导 是由驱干下四肢传导 咱说寻你改传的方向 它有的是双下 有的是从直体向驱干 有的是驱干下四肢 是吧 这是由驱干向四肢 你看 当感传寻大朝经下达十指时 在支配该取的老浅神经上 就可以记录到消应传入放电 感传消时 传入放电的 也消时 咱们大家看看 在咱们的书的第115页 看看 就是你看 寻你改传到达相应部位时 传入神经放电的观察 看到没有 就是咱这个图2到32 看到没有 这是福建的胡侠龙先生 做的一个实验 也就是说 改传到达相应的部位 相应部位的神经 确实可以引到动作电位 但是这个是从人体上做的 这人体上做难度很大 你想找着人神经 脑神经 并且是把那个 就是引神经动作电位的 一般是个很细的阴丝 在透皮扎的那个神经上 有一点的损伤性 是吧 所以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从外周 从动物身上做的 也是从动物身上 咱可以把神经找出 可以做个手术 把神经找出 所以说 又从一个方面 来证明 外周 在神经末梢之间 是吧 在外周的神经末梢之间 能不能有神经兴奋的传递 咱们大家看看 上次我讲到 那个就是 周所节力联动说 就是两个神经末梢之间 咱们大家说 周所联动 就是往中书传的时候 有一支出来以后 又传到 就是没经过 击随 又传到另一个支了 记得没有 那个来说 那是神经末梢之间的 兴奋传递 但是这个传递 能传多远 能不能让 熊尼改传一下 能传上 甚至上一米 或者是这么长的路径 所以有在研究 你看这是个问题 你看 至于神经冲动 能否在外周 传入神经末梢之间传递 如果在神经末梢之间传递的话 咱们举个例子 在相应的经脉线上 神经末梢之间 如果有兴奋传递 就好像在神经末梢之间 由这个传到这个 这个再传到下一个 那熊尼改双就形成了 但是这是个推测 得拿出一句呢 是吧 说这是神经学一个老问题 也可以说是个新问题 二五年的时候 就有人做了 说是 争刺切断 与中枢连续 背更的外周断 也就把传入断 就传进去 给它切了 是吧 切了以后 病人自速 受该背更神经支配的 脾气有烧手感 如果再切断 该皮区有重叠支配的 传入神经 受热感就消失 结果提示 神经冲动 可以在人体的 传入神经末梢之间传递 在人体上进行 类似的观察 可口感与定的困难 在动物实验就支持 咱们看看这个 现在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在咱们书上 咱也引到了 在咱们书的图 二到三十四 这个图就想说明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这是外周的神经末梢 是吧 这神经末梢之间 它也有重叠 也就是说 假如兴奉了这个神经末梢 咱们大家看看 你看这是不是个截断了 看到没有 它传不到脊髓去了 是吧 那么传不到脊髓 就是通过它 能不能传到下一个 把这个看着了 也切断了 看到没有 由这个 是不是又能传到下面一个 也就是说 如果这样传进去 也可能通过途径 再传出了 信用这个神经 明明这意思没有 由于这样一阶段的话 就把这一个 就是传进去 再传出这样一个途径 就正如阶段了 那么就是 是外周的神经末梢之间 能不能进行信息的传递 就这个实验 这是个外国人做的实验 你看 最后它是证明是这样 你看 在带有两根神经支配的 挖的皮肤神经支配的标本上 刺激其中一根神经的断断 你看刚才 即可引起另一根神经的放电 也就是刺激咋咋子说 但那个神经的另一个神经 因为它已经是离体 看见没有 皮肤 带有两根神经支配 皮肤的风力标本上 也就是从身体上拿下来 但是两根神经还支配的皮肤 刺激这个神经 这个神经也幸福了 是吧 现在跟基督没关系了 你看今年的我国学者 再次证明 神经冲动可以在哺乳动物皮肤的 传入神经末梢之间产地 这些实验呢 为了外周 都能提供的一些实验依据 你看 咱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先教大医学院的赵燕教授画的 跟我们画的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图 咱们大家来看看 T9 这是脊髓阶段 是吧 叫T10 T11 TN 这我们用了个TN 也就是说呢 可以是不是再延长一些 如果相邻的神经末梢之间 可以进行信物的传递 这好理解 但是行你管啥很差 是不是 你看如果经传两三个神经末梢 那可能传过那么差的 是不是 所以说是这的TN的话 就代表更差的神经阶段 你看 咱们大家看看 这都会用小剪刀 都会剪了 是不是 这都剪了 然后那是用两个电极 看到没有 我从这剪 你看这 这看见这也剪了 把这个神经上面用两个电极 看到没有 这是个刺激电极 就好像咱电枕一样 咱们大家已经看过电枕 是吧 电枕不是就是两个电极吗 是吧 你看从这是什么呢 这个刺激 这个神经 然后咱在这 就是听 这可能起码是比12要高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 你看 在赢神经动作电位 看到没有 嫉妒电极 这是嫉妒的动作电位 也就是从这刺激 在相隔 若干过 神经阶段的 其他神经的 就是你看 传入方面 咱赢 可以能不能引到 神经动作电位 就这样个意思 当然了 就是这些 你看这些都是已经是剪断的 也就已经排除了 进入到脊髓 是吧 经过这个反射出了的 说的是外周的神经 感觉神经末伤之间 是不是可以进行 信息的传递 当然了神经末伤之间 离不开化学戒指 是不是 因为神经的兴奋 它有神经化学戒指 是吧 你包括钾离子 包括P物质 是吧 也包括许许多多的 其他的神经地质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神经地质 就是化学戒指 可能在这里面 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你看这个就是 咱们实验室所做的 这还不是 这不是 这是咱们实验室做的 这还是人家先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呢 你看在遗书 T8 这儿来刺激 一直到未书 来记录 可以记录到 相应的神经动作电位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实验的设计图 这是个实验的结果图 这就是记录到的 神经动作电位 看到没有 也就是这儿刺激能记录 说明这个神经末梢之间不经过中枢 也可以进行信息的应该叫传递 是吧 为熊经感传的外周所提供了一定的 就是一句 你看这里面他得提到有一些 可能这里面一些神经地质在里面起到作用 也得起到作用 这是刺激 这儿也是记录 这一样 这就是咱刚才就是熊经感传到达相应部位 他神经的放电 是吧 你看到达相应的部位 在他相应的神经上 都可以记录到神经的动作电位 另外一个实验就是 这个外周和中枢到底是什么关系 咱们煞子假大 为什么咱们同学也在讨论的时候说了 把腿都给截掉了 是吧 或者把外周都给麻醉掉了 为什么熊经感传 还可以在某些人身上存在 而这个观点对于中枢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是吧 这很重要的支持 咱说了 就是外周中枢是综合说 外周有实质性的熊经过程 中枢也有可能有实质有一定的 就是熊经性的联络过程 所以说你看这个实验很有意思 这是个什么实验呢 咱们大家看看 这弥祖神经是支配什么的呢 是支配胃的 是吧 你看把这个弥祖神经跟这个逼从神经 你看这个逼从神经是支配他腿的 是不是 支配他的上肢的 然后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把弥祖神经 你看从这截断了 截断以后 把弥祖神经的外周端 就是这一段 截断以后 跟这个逼从神经这段结一块了 看见没有 不跟胃 就是弥祖神经不跟胃发生关系了 是跟上肢发生关系了 这是给做个手术 做手术以后呢 他外周的神经之间 他自己会再生的 当然再生的可能是 有一部分会就是 形成一些就是 那那那就是 一下一些就是 肿瘤等等 但是有一部分他能介绍的 那么出现这样一个什么现象呢 你看啊 就是个前苏联的神理学家 说是将弥祖神经和弥祖神经之间吻合的实验 他将狗的弥祖神经中枢端 刚才看到啊 与弥祖的外周端 混合在一块 是不是 然后在前肢 用动和感觉功能恢复以后 自己前肢 首先引起的是 弥祖神经感觉血液 受到自己的所特有的咳嗽和呕吐现象 这好理解 是不是 你们把这个 把那个什么呢 他接到 弥祖神经 所以一刺激前肢呢 引起是弥祖神经的咳嗽和呕吐 但是经过12个月以后 同样刺激前肢就不再发生了 刚开始 也就这个是支配 就是弥祖神经他支配的是 就是胃啊 这些地方 所以刺激他以后呢 反而引起咳嗽和呕吐 但是过一段时间再刺激 没反应了 这个现象想说明什么呢 代替这些反应的 则是该肢体所特有的局部反应 那就说是 对胃和呼吸系统的影响就消失了 即使在给上次刺激 也只能引起尖叫 与正强的完全一样 所以认为呢 就是 他认为什么呢 就是外周可以改造中枢 是吧 中枢的好多联系 都是由外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中枢的投影 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矮人突不就是投影吗 是吧 外周变了 中枢跟着也变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就是 截肢这个患者 那中枢还没跟着变过来 是吧 有人就提出 截肢患者 你观察的是 你看这熊精感 找个熊精感传的人就不容易 你说是不是 百分之一左右 熊精感传的人截腿的 那更不容易 截完腿你要做的话 仅是一个月做一次 三年做一次 说五年做一次 是不是还存在 没这样做 我相信可能五年以后 他就再不会感觉到 谁倒的腿没去了 是吧 毕竟外周没有了 在中枢那个部位 会出现一些代偿 或者改造的 就是这个意思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再看看这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咱们书上都没有 你就能看懂就行了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资料 咱们大家看到的 这一个是在大脑披层体感区 就是矮人的那个地方 记得没有 就是感觉那个地方 割了好多电机 割了好多电机 这些电机就能记录到 相应部位 是不是兴奋了 听明白这一次没有 咱如果是在中枢 有兴奋的扩散 那么根据这电机 这个电机越多越好 也和矩正为电机 就是里面有好多小电机 如果把这部位都能检测到的话 那就能不能看到 行李改成的时候 一次出现相应部位的兴奋 是不是 就想说明这个问题 当然了 这个就是他用的 就是脑电地形图比较好 还不是从动物上做的 从人身上做的 这是个什么意思 你看 也就自己相应部位 在大脑皮层体感区 都有相应的兴奋点 这个好理解 是不是 你看这是刺激的夹彻 是吧 你看在那个地方 出现个红点 也就你刺激什么部位 在中枢部位 都会相应的反应 是不是 你看这是刺激的河谷 你看 这在谈的反应 是吧 这是刺激的胆尽的光明 也就在这三个红点 刺激 在相应的中枢 都会出现 相应的兴奋点 这个好理解吧 咱们再接着看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你看这个是没寻尽感传的 刺激的是光明 是吧 一刺激以后 在这有个点 这个病 这个人是有寻尽感传 咱们大家看看 也就沿着胆尽的寻尽感传 出现两个点 但是这两个点之间 没连起来 看着没有 没连起来 那下次咱们大家看文献的时候 讲到寻尽感传的特别 就是中枢说 对于诸三阳经的寻行 没法解释 是吧 诸三阳经是从 就是 就是从头走足 是吧 它不经过上枝 但是在咱们大老皮层体感区 是吧 它中间的是 夹着一个上枝 是吧 夹着个上枝 你看咱们以前也看过这个图 就是在熊尽感传的图里面 或者在大老皮层体感区 这是感觉区 咱们大家看看 就这张图里面 你看这是下枝 然后都要到头面的时候 先是到前枝 走一圈以后再到头面 是不是 但是咱们的 足三阳经 是吧 它是直接从头就下去了 没经过上枝 如果是要传的话 假如是你从上面这样传的话 硬鞋传到上枝以后 再传到下面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听明白了没有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你看这个实验就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你看 这个就是你看 从头走足 但是中间是空的 也就是少支这个区域 确实没传到 所以少支那个区域是空的 那么如果从咱们那个中枢兴奋扩散的话 那么这个中间是怎么从这的信息传到这的去的呢 没法解释 是不是 没形成条线啊 中间是空的啊 但是这传可是人家是整个传下来了 是吧 确实没到上枝 所以这儿没连起来 那么这儿的信息怎么传到这儿的 听明白了没有 中间没连起来 怎么传下去的 你看啊 这是河谷 是吧 你看在河谷一整次 你看出现群里改传的时候 确实连成条线了 是吧 这个可以好理解 是吧 也就是中书的就是中书说和外周说可以统一在一块 你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阻断 是吧 你看这是有熊里改传的 跟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图是一样的 中间是连联系的在一块 这个是从这个部位 把有关就是改传给组织了 就是压迫 组织形的改传 咱们大家看看 它也是 你看这个图 也就再没有出现的现象 是在这儿加强 也就是说在这儿是加强了 而这儿是没有了 是不是 这儿没有了 你看这一个是刺激这个部位 这是什么穴位 这是 不知是什么穴位 是灵气还是什么穴位 你看这是出现改传以后也是 你看 这不是刺激的是光明 这刺激的是下面的胆地 哪个学位 咱们大家看看 这整个出现熊里改传 也是 仅仅是这儿跟这儿新闻 中间没连起来 这是刺激局部 这是刺激局部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 这个实验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大家看看 你看 这是到这样过来以后 到这儿 又到上次转圈又回去 这儿确实连起来了 是不是 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就是熊里改传 那就是中书新闻的扩散 确实可以说 这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没有出现熊里改传的人 用那个小的毛刷 那个人的触觉感觉 皮肤的感觉是最灵敏的 是吧 用个小毛刷 沿着歹经来刷 明白这意思没有 皮肤的感觉就是刷了一遍 沿着这图经刷了一遍 然后在大脑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 但是这中间确实 把上次给联系起来了 如果熊里改传 他看到的这些 他不经过上次 这中间就没有 那么这怎么到达这的 这就没法解释 是吧 如果把外州和中书联系起来 可能是能解释一部分现象 这是整次光明时候的一些现象 你看 这是组织的时候 刚才跟那个一样 这是摸拟歹经 就是你看摸拟歹经改传线 并扰形上之时 无改传者在体改异区 又发反应变化 就是刚才这个 就是刚才那个图 这是重复的图 这是整次合固的一些图 你看整次合固的图等等 所以这样来说 还是看来要把外州和中书 得联系在一块来看 是吧 所以咱们大家分析的结果也是这样 不局限于一个就是外州或者中书 是吧 不局限于外州还是中书 也就是说 应该说是 做一个实体存在 不局限于集体的某一个局部 本身是这样 那经脉是无处不在 应于它从外州到中书 从底级到高级的谱系 说外州有雄精的实质过程 中书有雄精的功能表现 在某种情况下 中书环节 可能表现着自己的存在和影响 是这样 是吧 在咱们同学讨论的时候 几个同学说得非常好 可能根据人不一样 他的状态不一样 有时候是外州占优势 有的时候是中书占优势 我非常同意咱们大家这样讨论的 是不是这样呢 那节制的患者本身它是一个病态 你说是不是 在那个情况下 可能中书在一定情况下占到优势 而有的病人 有的人不一定是病人 他可能是外州占优势 所以说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表现自己的存在和影响 但中书的特殊联系 所谓的经络模型 因为说是在中书里面有个小经络人 是吧 只是外州实质过程的反应和投射 没有外州的雄精性实质过程 也就不可能出现中书的特定的功能联系 也就在外州和中书的协调过程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州的实质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中书的这些经络理论都是假的外州 你说是不是 他从这儿交那儿会走那儿 都是假的外州 所以说如果没外州的功能联系 可能就没中书相定的特定的功能联系 是吧 也就是中书是外州的反应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样的观点 关于经络现象 咱就讲这么多 咱就讲这么多 后面咱说的 跟咱们大家所说的 一个是积淀 一个是积随前九要动神经元的联系 就是119页跟120页 这个我就不讲了 我说了这都是中共科学两篇文章 咱们大家自己参考就行了 关于雄近皮肤病 这也是常见的经络现象之一 咱刚才讲到的是 一个说是雄近感传 是吧 以及它的基地 是不是 雄近感传 以及它的基地 咱讲了经络现象 或者叫做经脉现象 主要有四种 是不是 叫雄近感传现象 一个叫雄近皮肤病 雄近性的 神经血管反应 以及雄近性的一些感觉障碍 是吧 关于雄近感传里面 就是雄近皮肤病 咱们先看的是吧 上个是咱们看到没有 已经看过了 是吧 就是雄近皮肤病 就是李定中先生的那一些 咱们大家都已经都看过了 也就在这里面 对最常见的雄近皮肤病 主要是以圣经为主 是吧 在下肢比较多见 出现各种各样的 咱们都已经看过了 它有表现的特点 但是这个到底 为什么会出现雄近皮肤病呢 它的基地是什么 这咱们书上也讲了一部分 但是到现在来说 因为全切的基地 现在还不知道 有人说可能这是有些 就是你想特别是一些皮肤病 它跟一些病毒等等有关系 是不是沿着疏松阶梯组织 它的一些播放等等 但是这个现在都不好说 所以咱就从医就行了 就以对咱们进一步的研究 以对进一步研究 这都是咱们所说的虚拟皮肤病 咱们进一步研究